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跟Evan剛才說的一樣 我現在差不多認解畢業生 面對的問題就是 我現在都說會對服侍各種各樣會有熱誠 想喜歡服侍其他人 但都知道要面對社會的大染缸 應該如何去景勝自己 以及如何看待 作為年輕人要在社會上駁殺 以及在靈命中的成長 如何去平衡資點 可不可以追問你讀哪一科 我現在在瑞士讀酒店管理 有沒有看法 我以前也是讀酒店管理 我不知道我的成長和你有沒有分別 我就是讀書的時候已經很感恩 已經可以認識耶穌基督 祂是我的讀書 祂是我的讀書 主是我的舊主 我很享受在教會的生活 很願意侍奉 弟兄姊妹、牧姐 就像我們家人一樣 我自己也是在小的教會成長 又在大的教會成長 但是無可否認 就是用我自己個人的經驗告訴我 當我從一個角色是一個學生 基督徒的學生 不斷進入這個商界、商業 即是出來做事 無可否認是有很多衝擊的 第二就是你的價值觀 當我們願意將我們的生命交給我們的主 這是很重要的 而我們進入這個職場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今天分享的 其實我沒有什麼成功過 我覺得 我又不是真的 好像一個天使的光環 其實我也是一個很困苦的環環 起碼我都 用我自己形容我的 我也是利用了一些代理來幫我賺錢 其實我背後的動機也是 用他也是錢 我自己也是為了賺錢 其實也是錢 我覺得我那個階段是迷失了 在我的信仰裡面 就是太平庸了 我一個禮拜都回教會 我有參與侍奉 我有奉勸 我又沒有犯法 但是 在我和神的關係裡面 特別當我進入了神學院 我發現 我想不是知識的層面 而是我心靈的裡頭 是有虧欠的 人告訴你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但是你自己知道 你有一些事情是不對的 這是我個人的經歷 那剛才弟兄你說 有什麼要準備 就是由這個出來做事 我的意思是 譬如 你是這段時間 或者前段時間 開始說 我讀神學前 我了解到 這樣做是不對的 譬如 如果我 我進入社會的時候 我面對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立刻可以警醒到 這樣是不對的 那我就可以 在主導近深 這個意思類似 關鍵在於什麼呢 我教會沒有教我 當你遇到這樣的處境的時候 怎麼做呢 因為實在是很複雜的 社會的環境 我的主要學 從來沒有上過一課 叫做 如何在房地產發展裡面 的信仰觀 沒有這件事情 你真的叫做 或者你某一個行業 有它那種的 倫理上的衝擊 或者你金錢裡面 你自己怎麼取捨 會計 房地產 不同的行業也有不同 就是 教會不是一個 就是好像一界一定是出義 沒有一個 絕對的答案給你 但是我覺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 即時我給了兩個方向 就是一 你永遠都在上帝裡面 他總會有 就算他不和 他是沉默 就像我的三輪車一樣 他肯定扯著你 就算你強行踩 可能你也是繞彎 但是呢 我的相信就是 神的愛 是怎麼會保守我的生命的 無論我在職場也好 我的家庭 家庭也是另一個很大的衝擊 由你單身 結婚到你有小朋友 又是另一個戰場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只是職場 其實有很多戰場 你去處理 第二 這個是我的真人真事 就是 我身邊有很多很好的弟兄姊妹 在教會一起成長 已經是超過十年 二十年以上的 但是 真是能夠和你在職場裡 我身邊有一個同路人的主來姿態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可能作為一個弟兄姊妹 他就很擔心你 為你祷告 下個禮拜見 但是 如果你是一個同路人 大家就是 為你的情況 去真的和你守望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想在我做職場上 其實都不夠十年 我認識了很多 很願意在這方面追求的弟兄姊妹 其實就是在問這些問題 就是我們的信仰 去到職場的實戰環境 究竟怎麼搞呢 的確傳統的教會 是比較少說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 就算大家談談也好 到某個行業 甚至在那些巧妙的時候 都不容易 每一次那件事發生 十年前的地產界 跟今天的地產界 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氣候 所以 我們在教會裡 我們要學習一件事 除了我們要知道 神的話語 在教我們什麼 另外一件事 就是背後的思路是怎樣 我們懂得去思考辨別 我們眼前那件事 什麼是合神心意 我覺得這個就是 無論任何行業 我們都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我會覺得 神讓我們 今天有機會 去做職場神 我們開始會多談 這件事 希望弟兄姊會明白 當你遇到衝擊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打了底 就會明白多一點 要問下去 究竟我這樣做 其實旁邊的人都說是行規 是否真的只有這個方法 有時候心裡覺得 我們的信仰是否這樣 有一些疑問 當你出來職場 你遇到這些事的時候 你就問你身邊 你信任的長輩 或者是跟弟兄姊妹分享 在分享的過程 有時候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可能覺得 有什麼所謂 都是可以這樣 有些人就覺得 你要想清楚 你就在當中去做判斷 我會覺得 上帝讓我們人生裡 每個範疇的經歷 都是在我們成性的旅程裡 是很重要的學習材料 有時候我們說 即場是一個培養 培育我們屬靈生命的 一個重要的土壤 正正因為那裡有衝擊 如果沒有衝擊 那個環境是完美的 我當然知道 標準答案就照做 我就信服神 正正就是有衝擊 有些事情迫到你好像要做 但那件事不合神心 那怎麼辦呢 那時候你就會祈禱 你的祈禱就是 去仰望神 在捉緊神 有時候我們這樣說 但到了要做的時候 信不信得過神呢 在很多弟兄姊妹的故事裡 我看到 就是你信得過神 你要堅持 炒的 武功都不能做 你還繼續堅持呢 但是就是因為有這些挑戰 我們才問自己 是不是真的信得過神 當你信得過祂 你跟著祂做的時候 你就看到原來神 祂有祂另外一個心意 祂原來不一定說 我逆老闆意 就一定解僱你的 可能老闆更加尊重你 明白你是一個誠實的人 不知道的 但是這個世界的觀念 就是在恐嚇著我們 你沒有了單生意 你還養得到你家裡什麼 我們面對這些挑戰 才知道我們星期日 聽了唐道 你對神有信心 是不是真的 我聽了是 但是會不會做出來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你進入社會的過程裡 我們的信仰 神的說話 就是讓你可以在當中 你能夠活出來 你就是帶著這個 要活出神的道 這個使命 進入你的職場 什麼行業都一樣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衝擊 神給我們有空間 包括空間去犯錯 所以也不用這麼擔心 不是說神給了一兩個機會 你說很後悔 或者犯了罪 不是有一個雷劈 你不是的 很自然地 神一直帶領著 好像神一直帶領著Ivan 今天他可以回頭 其實他有很多後悔的事情 告訴你 但是神都在過程保守他 神的經文 或者什麼熟靈的事情 都沒有出現在他的故事 但是上帝的保守 在他的生命裡出現 是因為 其實為什麼不做事 不去環遊世界 要選擇讀神學 當然是背後 真的覺得要追求認識多些 才會 不是讀神學 讀神學 要申請 要付錢 還要努力做功課 其實我們 聖經裡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經卷 有時候看不到 神在角色上出現 但是神在 因為我們願意跟從 所以我覺得 進入職場 你就是帶著 要做好一個基督徒本分的使命 就很足夠了 剛才第二點提到 身邊有弟兄姊妹同行 很重要 我經常覺得 教會有商交生活 團契小組 不要只是 喝茶吃飯 那些都要的 我們要吃的 不過 我們要討論的是 我們如何實踐我們的信仰 彼此進入大家的生命裡 去分享 同行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